据外国媒体报道呢 美国联邦航空总署要求塔台告诉飞行员 包括美国联合航空 达美航空 还有美国航空这三家航空公司的班机 因为有通讯方面的问题要求停止飞行 而已经在空中的航班将继续飞行 但是还没起飞的航班则是不得起飞 由于在18号的深夜呢 美国边疆航空等连家航空公司的营运 受到微软云端服务中断的影响 才刚刚修复不到一个小时 美国三大航空就发布了停飞令 而微软则在网站上面表示呢 美国东部时间晚上六点左右 服务发生大当机 影响到美国中部的客户 微软也表示已经找到了修复的原因 正在努力抢修当中 而没有受到波及的航空公司 包括联合航空 西南航空 还有美国航空都是维持正常飞行 至于这一次的停飞令 是不是和微软云端服务中断有关系 还是需要进一步的讯息 而目前的停飞令 并没有影响到国内的航空 目前长荣和华航的航班 都没有受到影响 以上最新主播 据了解是台大医院呢 稍早说的广播说 包括门诊啊住院还有急诊呢 都有暂停的影响 那可能呢就是受到 这个Windows系统的缘故 那院方有提到说 确实是报道跟影像 有因为这个Windows系统的关系 是有受到影响 但是呢大概半个小时左右就恢复了 那台大院方也强调说 其实院内的医疗系统啊 是台大自己写的 所以呢院内医疗系统 是没有受到影响 那主要受到影响的呢 是包括像是大家去看医生 需要用料的报道系统啊 是有暂时一度是受到影响的 另外台大方面呢 有提到说啊 其实这个主要呢 也是因为这个防毒软体的关系 我们知道说 微软这一次之所以出现 这个大当机的情形呢 应该是因为 他们其中的这个防毒平台 有出现一些错误造成的 而台大也表示说呢 主要还是因为这个防毒软体的 当机影响了Windows的运作 而他们的主要的院内系统 是没有问题的 主播 国内的航空都受到影响了 像是虎航蜜桃跟库航系统 都出现了问题 改为首写 平均将延误一到两个小时 那为什么会发生这几事呢 根据外国媒体报道 美国联邦航空总署 针对美国三架航空公司 就发出了警报 并且要求停飞 这三架航空公司 分别是美国航空 联合航空和达美航空 美国联邦航空总署呢 要求航班发布 全球地面的停飞令 并且要求塔台的管制员 转告正在飞行的飞行员 航空公司目前正面临 通讯的问题 所以在飞行中 在飞行中的航班 将继续在空中飞行 还没有起飞的航班 只是不得起飞 那自己四季要回顾到 在18号的三夜 美国边疆航空等 联加航空公司的营运 受到微软云端服务 中断的影响 才刚刚修复不到一个小时 美国就针对 三大航空公司 发布了停飞令 那微软在网站上面表示呢 在美东时间晚上六点左右呢 云端运算服务出现了大档机 影响到了美国中部的客户 微软表示 他们正在调查 影响微软365 应用程式的服务与原因 目前正在努力修复当中 不过微软系统呢 全球大档机 不仅影响到全球各地的机场 连企业也引发了重大灾情 除了美国的飞机停飞 像是在日本大阪的环球影城 负责管理销售记录的 Pulse机的系统也发生了故障 园区内几乎所有的餐厅和商店 都没有办法结账 而JRC日本列车运行情报APP的系统 也发生了故障 在英国铁路系统 泰晤士连线出现了延误 或是临时取消车次的状况 美国媒体 伦敦证券 新闻交易及数据平台 也出现了故障 造成了新闻还有外汇现货期货的价格 都没有办法显示 以上是目前的最新状况主播 降落这瞬间 飞机左右摇晃 机上乘客忍不住 惊声尖叫 好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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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雨航空这架JX800遇上怪风 历经十一小时 空中惊魂祭终于告一段落 只是延误世界就像是蝴蝶效应 在本质要离开的状况 所以其实说实在时间 真的会有一定的 当我吃下午 你讲更甜好不好 心雨航空员工 雨在哽咽 讲到麦克风没电 还是要站在柜台前 安抚怒气难易遭受 波及的801班次旅客 遇到天灾还不够 当天另外一班JX803 又遇上机械出状况 航机指示灯显示异常 需要修复 而同时心雨航空调度出包 想把801班机内旅客 并到803内 造成机组人员超时 遇到机场宵禁 三百多名旅客 被迫在机场过夜 许多人质疑 难道机长不知 宵禁时间吗 行雨公关急忙灭火 表示机长当时 是在与塔台沟通 能不能通融宵禁时间 让他再客回台 一连串的这个不预期的状况 造成了很多的延误也好 或者是机械故障 考验这个地前相关主管 的这个企图心跟这个动机 还有就是说 你怎么去处理这些事情 怎么样能够提早做准备 舰机师解释 飞机延误如果下个航班机 会许可通常都会并班 也就是情形并不少见 只是心雨不止抵累 还遇上灯号一场 卡在机场宵禁 几乎所有突发情况 都遇上一遍 这场空中惊魂祭 各种记录曝光 也让所有人质疑 心雨危机处理能力 东森新闻综合报道 现在大家全部都在查 就是班机 该怎么办 班机大礼类 百名旅客受困机舱 等机两小时 上机再等两小时 飞机此时不飞 航空公司没解释 台中料性夫妻毫无头绪 急扣保险公司求救 还有夫妻特地带着小孩 去仙台庆生 困在淘机出不去 惊喜全炮汤了 太荒唐了 而且这是排程内不是意外 你如果说飞机被陨石砸出一个 可能这我还能接受 六先生搭乘三号虎航 IT-254班机台北桃源飞往仙台 原定下午2点36分起飞 等到傍晚5点多 机组广播 难跑道年度碎修封闭 只剩北跑道导致雍色 班机延误错过仙台的宵禁 登机上机又被赶下机 最后被迫简易出关 虎航没有派任何人出来 在飞机上在那边等的时候 只给我们一包的饼干 然后也没有任何的餐食水都没有 这样子我根本不敢出关 因为我不知道我出关了之后 是不是放弃了我的权益 但是问题是我们今天外线四人 那我们今天要住哪里呢 旅客先把气出在虎航身上 危机处理SOP消极 在痛批淘机年度税修 没有规划任何动线配套措施 班机延误近22小时 最后虎航把时间改成中午12点35分起飞 到仙台傍晚5点45分 虎航坦言起飞排序的确比较晚 另排航班让旅客能顺利出游 东西新闻在台北综合报道 旅客好无奈竟然回不了家 原定23号晚间8点25分 泰斯航SL395班机 要从日本成田机场起飞 没想到起飞前机头玻璃破裂 旅客被迫下机滞留机场 现场是一团混乱 旅客都挤在后机室苦可等候 飞机确定飞不了 尴尬的是饭店全满了也订不到 要在机场过夜 班机延误证明或取消证明 也得等隔天才能拿到 泰斯航正在航班原定8点25分 成田机场起飞 深夜11点半抵达桃源机场之后 接着凌晨还要飞往泰国 没想到在成田准备登机时 疑似因为空桥撞到飞机机头 造成机头剥离破碎 空桥通常它的接触面 都是比较软的材质 比较没有菱角或尖锐 机头剥离碎成蜘蛛网状 怎么发生 专家认为空桥除了有保护措施 撞击点距离空桥也有一段距离 如果真的是空桥撞到 也要停在原地等候调查 如今也传出可能是受到鸟疾所导致 实时调查机头玻璃破裂的原因 只是牵法动全身 一场意外影响旅客范围恐怕更广 飞机还没修好前 航班恐怕都还会有变动 东森新闻综合报道 人都到了机场 柜台报道时才知道航班大延误 原来飞机在澳门坏掉 飞不回来 台湾虎航编号IT306航班 18号晚间9点多 从澳门起飞后 因为起落架讯号异常 则返回澳门机场维修 从航空轨机图可以看到 飞机已经飞到南海 盘旋了好几圈 才又返回澳门机场 飞机飞不回来下 连带造成隔天要接飞的航班 受到影响 因为有好有话 有好有话 对 如果选择连航之后 这迪雷的时间 就是旅客自己要去承担的 对 因为抵达时间是北京航班 所以基本上 没有什么特别的行程 你已经买这个 你就是要接受它的风险 不然就不能买了 翻开虎航班表 19号预贴 有39个航班 只有两班大阪来回航班取消 8个航班延误 延误时间最多3小时5分 有旅客因此被安排 改搭乘航回台湾 意外从连航 换乘搭传统航空 就很麻烦 因为我那时候 已经在机场了 变成说我还要再去想说 我现在要去哪边 做我的饭店 然后我接下来 我的航班要怎么办 因为我在当下 变成我要 各家航空公司都要去问 说我 我有没有 我一直可以回台湾 然后因为我先生 他是没有办法再请假 就有力气 然后 根据了解 国安坏掉的飞机 是编号B55015 火虎神风踩汇机 由一起落架 是飞机连接轮胎 支撑整架飞机的重要部件 坏掉飞机就不能移动 因此 虎航也是按照飞安程序 只是牵引法动全身下 飞机每收好钱 恐怕虎航班表 还会有变动 东森新闻张晨沙画明 在桃园采访报道 4点45的飞机 到现在还在台湾 已经吃完餐了 没有要起飞 看着外头已经入夜飞机 却还没起飞 旅客在机舱内哀嚎 到底还要等多久 山东航空 延误4小时 有些旅客已经坐不住 站起来活动活动 以为耐心等会有好消息 结果直接不飞了 不能要被请假去飞机了 最后机上148名旅客 共分成五台接驳车 被载到机场附近的饭店 但搬机取消 选择的一颗心终究放不下 这是航空公司安排的酒店 希望可以顺利入住 山东航空SC4086航班 从桃园机场飞往青岛 原本预计23号下午4点45分 起飞 先延误到5点55分 但旅客晚上6点多上机 9点半被通知下机 发完餐券后 凌晨2点多才被接驳到饭店 隔天中午又从饭店出发机场 他要滑行准备起飞 大概6 7秒就突然就刹车 然后就说机械故障 那个飞机真的不能起飞了 抱歉 说我们旅客全部 就叫我们下飞机 我们到饭店就要3点了 那么很杀人 遇到这图画状况没办法了 以往山东航空因为超高准点率 被称为最硬核航空公司 这回班机罕见延误至少24小时 业者回应是因为机械故障 24号一早已经修好 但亡羊补牢还是太晚 旅客行程都被打乱 东方三星文 彭新门 徐鸣志 林泉 蔡允山的桃园 华航Ci 126班机表定12点45分 从小港机场起飞 前往东京成田机场 但在起飞时急放油门刹车 慢慢滑行回停机坪 轰轰的起飞引擎声瞬间没了 当时在机场咖啡的民众 全都看傻了眼 直觉就是飞机出问题了 飞机滑行回停机坪后 机长广播宣布起飞时有异常讯号 为了飞航安全因此决定放弃起飞 滑航不久也马上宣布更换飞机 可以看到地勤人员忙着卸行礼 再重新上到另一架飞机上 至于是哪一部分的机舰讯号异常 华航方面没有说明 而在更换飞机之后 Ci 126班机在2点42分重新起飞 前往东京 东升新闻红宝钦张士贤方中卫 在高雄报道